严亚伦日前遭爆强置信教育拍摄性爱影片 目前也接受地检署真讯 重挫演艺事业 引人注意的是 近期正如火如荼播出中的汉影夜中 严亚伦在节目中担任店长一职 表现相当亮眼 也吸引不少粉丝关注 根据报道指出 最新一集的预告中 已经没有任何严亚伦正面的镜头 而节目还需要再录制4集 不过严亚伦也向节目单位告假 此外她在去年8月宣布 将演出影集Q18 而该剧就连又盛也有参与演出 不过在后制阶段 却遇到两人爆出丑闻的事件 对于此事剧组也表示 该剧在今年不会上档 会因应情况进行调整 有最新消息会让大家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